在喜羊羊与灰太郎中,有不少友情是让我们羡慕的,尤其是这三对好友的相遇,跨时空救兵是羊村守护者一的延续,剧中也出现了不少角色,他们回到了小时候,也圆了自己的梦,都知道曼羊羊喜欢花羊羊,但是因为花羊羊搬家时,曼羊羊耽误了时间,错过与花羊羊道别的机会,这成为了他心中巨大的遗憾。 喜羊羊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,虽然是小时候的他,还有让灰太郎心生愧疚的黑太郎,这里狠狠地回忆了一波童年,因为时空发生意外,小时候的志羊羊来到了喜羊羊的时空,喜羊羊还不知道他的身份,见他比自己小,也是把他当弟弟一样看,喜羊羊陪着他一起玩游戏,后来曼羊羊出现,喜羊羊才知道这个小孩居然是自己的父亲。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,喜羊羊有点泪目了,之后的他也尽量多陪陪着羊羊,弥补对父亲的思念,为了将错乱的时空恢复正常,他只能将父亲送回去。 在离开的那一刻,喜羊羊哭得不能自控,曼羊羊也与花羊羊相遇,他们是青梅竹马,感情非常的好,只因为花羊羊搬家,他们才分开了,也因为时空错乱的原因。 花羊羊也来了青青草原,最初因为小狼,曼羊羊没认出他是花羊羊,后来慢慢的才知道他是花羊羊,虽然他也有很多不舍,但还是得离开这里,只是与上次不一样。 曼羊羊终于在他离开时送了他一程,当烟花绽放的时候,花羊羊一眼就知道是曼羊羊,这一次曼羊羊终于弥补了遗憾。 灰太郎也终于再次见到父亲,那一刻他累甭了,以前黑太郎因意外落水遇险,灰太郎还很小,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。 这一次再见到父亲,灰太郎只想留下他,让他能多陪陪自己,但是这做法也会让时空混乱,这导致喜羊羊与他的交谈发生分歧。 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的灰太郎只想多和父亲待在一起,哪怕一分一秒,他也倍加珍惜,这样的想法也让他差点被利用。 后来是费羊羊将他骂醒,灰太郎才忍痛与父亲分离,每个人都会有遗憾,当分别时,总有许多的不舍,好好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,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小姨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